大家好 备门花生 这次节目播出的时候 12强赛 中国对日本的首轮的较量 应该已经结束了 并且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个比分了 但实际上我这个视频在录制的时候 是中日大战 开战之前的两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期节目还是有相当的风险 我很容易被打脸 但是我还是要预测一下 大胆的预测一下 中国对日本这次是1比2 富于日本 如果我这次猜测对了 那我会再单做一期节目 告诉大家原因 为什么我猜这个比分 那如果我猜错了 那就请大家把我预测这个结果 当成一次笑话 或者当我放了个屁 但是我今天想聊的足球的话题 其实跟具体的结果 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但是还是跟足球相关的那么一个话题 大家也是知道 这次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也是最后一次决赛阶段 有32支球队的这个世界杯比赛 那下节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一起联合 举办的这个2026年世界杯要进行扩军 要从32支球队扩充到48支球队 并且亚洲 前所谓增加了3.5个名额 达到了8个名额 所以理铁的这支国家队能否轻松的 在小组里边名列第四 甚至于第三 其实是决定了未来三到四年 中国足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以及运营的一些策略 也就是说只有这次我们能够轻松的进入到小组的第三名 也就是说这个第三名 也就意味着你至少是亚洲的第五或者第六名 才能确保说我们下一阶的这个世界杯 能够我们有比较大的把握 比较稳的能进到前八名 那考虑到像上届这个世界杯 就是俄罗斯世界杯 李皮当时接了这个高红波的这个烂摊子 但最终呢还是打得不错 上届我们甚至还小组赛里边还赢了韩国 对吧 就是最终 但是最终的小组赛的成绩呢 其实是第五名 也就是说你是亚洲第九或第十的这个一个水平 所以说这个这次的比赛非常的重要 也是能看出一个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国族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 到底是不是我们在俄罗斯世界杯触底反弹了 还是说我们这个义无反顾的中国足球的这个中国男足吧 应该说中国男足的这个水平已经义无反顾的 这个这个或者说是坚挺的保持在第九名第十名 亚洲第九名第十名的这么一个水准上 中国男足啊虽然很烂对吧 现在实际排名71位啊很低的一个名次啊 但是中国关注足球的人口呢却是相当的多啊 这么多的人里边都在关心这个中国足球都在问啊 中国足球为什么搞不上去啊 民间呢或者说这个专业领域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看法啊 其实听得最多最多的啊就是我们情绪没有搞好啊 甚至还有人说我们校园足球没搞好啊 足球人特别少啊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论调啊 我认为这些这个论调呢是非常错误的 今天就是想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啊 中国足球为什么搞不上去好吧 我觉得首先这些这个说轻讯的人啊 这个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啊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呢可能连最基础的一个逻辑都没有理的太清楚啊 我的观点是呢如果是一个啊足球专业领域 甚至是在中国足球界啊 有相当这个影响力的人啊 或者权力的人啊 他如果说中国足球不行啊 说是这个因为我们清训搞得不好啊 因为我们校园足球搞得很落后对吧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他在为自己啊 去做这个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 找一个借口啊 因为其实真正的核心呢 我认为是在顶级联赛我们没有搞好啊 或者说我们不仅这个我们自己的中超的这种顶级联赛啊 水平搞得很差啊 并且我们还啊各种原因吧 我们拒绝把自己的一些好的苗子送到真正的这个 足球环境比较好的这种市场里边去送到欧洲去啊 或者是送到南美去 我们舍不得把这些能在中超联赛里边啊 给我们领导挣业绩啊 给我们挣钱的这些所谓的大球星啊 送到国外去真正的去锻炼水平去啊 所以中国足球不行啊 核心原因是什么啊 核心原因是在于足协的这帮官老呀 由于他的无知和贪婪啊 一方面把联赛啊搞得一团糟啊 同时呢他们用这种落后啊保守呃自私短视的这种管理手段啊 限制了很多我们原本很天才的一些球员的发展啊 国家队的成绩而言啊 清训是跟你国家队的能力极限是有关系的啊 那跟你这个国家能不能啊不断的或者说 稳定的持续的啊 一年一年涌现出一批这种一流的甚至顶级的球星啊 有关系啊 或者说像世界杯如果你要拿前四对吧 肯定是跟你的清训是有关系的啊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巴西跟阿根廷啊 我们都知道这是典型的两个足球强国啊 并且呢他们这两个强国呢 是典型的是没有特别系统的这个清训的基础 对吧 这些球员纯是靠天赋靠天赋吃饭的一些这种南美的球员啊 这种球星 他们大多数是在国内拔尖了之后 其中的也少数的这种幸运者啊 会被这个欧洲的强队啊买过去 但是呢你想一想欧洲的强队来训练这些南美的天才型的球员 那你一定得是天才中的天才 他才会花钱啊 把你引到欧洲去 然后在欧洲进行精训 进行这个青年时期 或者说我们十八二十岁左右这个 这个进入刚刚进入职业足坛的这个时期啊 非常需要人帮忙 非常需要人扶持的这么一个阶段啊 你只有是天才中的天才 欧洲的球会才会说花钱啊 把你从南美弄到欧洲去啊 跟他们的这个白人的那堆小孩在一起对吧 去去进行这种训练 并且还给你机会让你参加比赛对吧 你但凡不是一个这种天才中的天才 你就是个普通的天才或者你就是个一流的球员 你都没有这种机会啊 所以你看像梅西啊 像内玛尔这种顶级的球星啊 他是能出的来的啊 但是呢 比他们稍微弱一点点的 那也是天才了 那就出不来啊 因为欧洲球会有这功夫 有这个钱 他干嘛不去培养自己国内的 对吧 或者说我这个欧盟境内的这些小孩呢 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跑到你这个南美 帮你去发展这个足球呢 对吧 那其实支撑我这个观点的数据呢 其实非常清楚的 那2002年啊 那个留着阿福头的罗纳尔多 在率领巴西国家队啊 夺得了一次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之后啊 像阿根廷跟巴西这两大南美传统强国啊 在06 10 14 18 四届的这个世界杯里吧 这个前四啊 近一次前四都很困难 别说拿冠军了啊 这个阿根廷是14年 拿过一次第二啊 巴西啊 当年拿了一个第三 其余的 所有的这个四届世界杯里边啊 四支这个前四的球队啊 一共16支球队里边 巴西跟阿根廷各占一席啊 其他16支球队全是欧洲的球队 为什么 因为欧洲的清训好啊 所以说 这个清训啊 跟你去拿世界杯拿 前四这种顶级的成绩 当然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 清训跟你 想把你的国家队啊 从四流五流的水平 搞到这个全世界啊 三流二流的水平啊 关系没有那么大啊 因为那些我刚才说的 天才冲的天才顶级的球星啊 本身比例啊 出产比例非常低 所以呢 只有在巨量的这种足球人口里边 做好了清训啊 才能挖掘出这些硅宝 但是你看 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比例啊 我相信啊 现在我觉得至少咱们国家 就当下此时此刻 我们国家至少有五个啊 适临的啊 梅西这个级别的足球天赋的人 但是这些人在干嘛呢 啊 可能其中有一个人在送外卖啊 啊 有一个人在考公园 对吧 还有三个可能倒是在踢足球了啊 但是呢 因为要么就是因为家里穷 对吧 要么就是因为你爹妈 这个比较笨啊 这个不会去讨好教练 对吧 他们仨连职业队可能都进不去啊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要知道啊 国家队的成绩啊 就是靠场上那11个人来踢出来的啊 所以哪怕你的国家的这个足球人口啊 很少 但是只要呢 你们国家啊 专业搞足球的这拨人啊 你们有能力从这些 也许是很少的人里边挑出真正强悍的人啊 并且定向的给予他们 很高水准的这种日常训练和比赛 那就能获得成功 想想我们以前的这个 还是体工大队啊 就在这个职业化之前 还是体工队的这个时候啊 那时候踢球的人口 那比现在可少多了 现在中国有100万的这个踢足球的人 但是那会儿啊 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啊 我相信肯定到不了100人啊 这个那会儿踢足球 还是一个挺奢侈的一个事啊 所以肯定到不了100人 100万人啊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体工队的这个 这么一个体制 特殊的体制 它是把那些真正有天赋的 而且这些运动员这些孩子 说实话 他们大多数怎么能进这个圈子 大多数是因为他们的父母 本身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他们才有这个能力啊 才有这个眼光啊 进到这个足球队里边去踢球 对吧 或者是他们的天赋极高极高啊 被这种教练能一眼看中 从万千人里边一眼就能看中 这个人是个天才啊 这些人能挑出来啊 并且给他们 其实那会儿不职业 对吧 就是一些给他们很高水准的日常训练 对吧 然后少给他们点钱啊 不让他们出去造去啊 让他们安心踢球 对吧 这个你多的也别想 你反正你也没钱 你想别的也没用啊 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社会 也没有现在那么纷繁复杂 也没有现在那么花枝照展 或者叫华丽 对吧 这个你上街有钱 你上街也也也也没什么 没什么乐子可循啊 所以就安心踢球吧 所以那会儿其实 再加上整体的这个资本 还没有那么大量的进入 这个足球领域 全世界都是如此 那会儿啊 就是那会儿还都比较纯粹 简单的一个年代啊 中国足球其实那会儿还可以啊 就是至少气势上 大家觉得还可以啊 比现在的中国队还可以啊 但是你去看看 这个现在啊 就是近几年 就就连那个萨瓦迪卡的泰国 对对吧 你出了一个叫宋克拉辛 这么一个人啊 他号称是泰国梅西 但其实你去玩什么 那个实况 玩FIFA 你就知道了啊 你看他的数据啊 就就算只看身体素质啊 就跟他跟梅西也差的超远啊 差的超远 你看他数据就知道了啊 那就是一个1米58的一个小瘦子 对吧 就是你技术可能还好啊 但是对抗呢 可能就是七流八流 或者不入流的一个水平啊 可能跟这些强悍的职业球员完全不在一个level上啊 所以他现在也只能去这个技术流的这个日本联赛里边在踢球啊 但是啊 依然不能阻挡他啊 在面对这个世界五流四流这个级别的这个中国队的时候 他能用世界波来羞辱你中国队 所以说啊 你一个球队 哪怕很烂 对吧 但你只要有这么一两个这种天才极高的这个相对啊 你相对其他这个二十二二十一个人啊 你这天才是极高的啊 你就有办法 你哪怕你带的这个球队非常不打地 但是你一样能够有机会啊 不一定场场都可以 但是你可能有偶尔有一场比赛 就是你的高光时刻 你就可能用你的技术啊 很可能去羞辱一下对方的球队 再比如说美国啊 美国这国家特别有意思啊 他有超过四百万的注册的足球运动员 在全球排名第二位 你没听错啊 全球排名第二 仅仅是比排名第一的这个德国队要少啊 德国六百五十万人啊 美国是四百不到四百五啊 四百多万啊 排名第三的是巴西啊 巴西两百万出点头啊 再看法国意大利英格兰 这是后边排着的四到六位啊 这个连两百万都不到啊 你像中国队只有一百万人嘛 所以你要说按照这个足球人口的基数 对比他国家队获得的这个成绩啊 我们要说就是美国的这个轻讯啊 简直太差了 对吧 你的成才比例简直太低了 对吧 你四百万人 对吧 你是人巴西的两倍的人才储备啊 你是人家那个巴西 法国 意大利 英格兰 超过两倍的储备了啊 你的水平跟人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对吧 你的 而且你是你 你美国你是一个对吧 全民身体素质都那么强的一个国家 对吧 而且你的国家也特别有钱 并且按照你们自己的话来说呢 你们整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制度 对吧 都是很好的 很优越的 对吧 就就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 你们也就是一个世界二流球队的这么一个水平 对不对 就是你的 按照这个比例来讲啊 就是你的这个轻讯简直太差了啊 太差 成才比例太低了啊 所以这么看呢 就是你美国啊 暂时还成不了这个世界一流的球队是有道理的啊 你的轻讯 按照刚才那个逻辑来讲 美国的轻讯的确做的确实不好啊 非常不好 但是美国的联赛 你想想美国的联赛搞得很好 对吧 非常的透明 非常的正规啊 非常的干净 你懂的啊 我说非常的干净 大家都懂的啊 球士啊 算不上火 对吧 因为美国橄榄球棒球这个篮球对吧 这才是他的更受欢迎的运动 球是不火 但呢 也还算健康啊 而且啊 那么多的这种欧洲的大派球员啊 宁可拿着低心啊 也愿意去帮助美国足球 比如说克林斯曼啊 比如说贝克汉姆 比如说亨利等等 对吧 这都是欧洲最顶级的这个球星啊 他们愿意去帮助美国的足球 而且美国偶尔也会出一些比较顶级的球星啊 他们也是更多的还是去这个欧洲啊 尤其是德国去踢球啊 这方面呢 其实娶了一个美国老婆的这个美国女婿 克林斯曼啊 是功不可没啊 所以呢 正是因为这样啊 就是美国的联赛本身搞得还不错 另外呢 把这个自己比较顶尖的一些球星呢 都送到欧洲去啊 做这个更深度的这种培养啊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足球在美国的地位啊 并不是很高啊 但是他依然可以长期的维持 他自己是一个世界的二流球队的这么一个地位啊 近几年这个美国队的成绩 其实也都能看得到啊 除了有一届啊 他这个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圈之外 其他的时候名次还可以啊 基本上都是在16强的这个水准上啊 小组能出现啊 就不错了啊 我们再回来看看中国啊 你拿了那么多的钱 对吧 几千万上亿的钱啊 去求着一些顶级的球星 来我们中超来踢球啊 人家来了 有的人对吧 还不卖力啊 这个说着自己受伤了 对吧 去这个上海的这个迪斯尼去玩去了啊 不参加比赛去玩去了啊 然后那么赚了无数无数的钱啊 然后回了国之后还骂你 还耻笑你说你中国足球什么玩意儿对吧 哎就是我相信啊 所有关注中国足球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画面啊 一个黑人的外援对吧 一边很失望的在比赛之后很失望的回到更衣室 一边冲着镜头啊 这个摆出这种姿势啊 money money啊 都他们是money啊 就说你在打假球 就是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是中国人的这种悲哀啊 感到特别的可耻啊 所以啊如果我们说给中国足球开个要方 其实并不难 技术上并不难啊 就是一个是中超你扩军吧 你你你你这个现在18支球队太少了 真的太少了 大家看一看这个呃 比赛的日程就看出大量的时间都是空着 或者说是一周一赛的这种节奏非常的慢 节奏非常的慢 一周双赛应该是一个 呃 起码你每个赛季当中得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是要在一周双赛的 70%的时间你是要一周双赛的啊 但是呢 我们的中超啊 就是30%的时间是一周双赛的 其他的时间都是一周一赛啊 然后就是休息 大量的休息的时间 就是你赛程要满对吧 你赛程不满 你就没有足够的比赛 你就不能锻炼人啊 你不能锻炼主力吧 你你你比赛少了吧 主力锻炼不充分 那么新人更是没有机会上场 对不对 你看就是上场比赛啊 输给澳大利亚之后啊 有的人甚至去怪这个中超啊 累把我们球运给累坏了啊 就简直就是扯淡对吧 你8月13号的时候 联赛就停了 让你们休息了5天 18号的时候去做国足的集训 然后9月3号才开始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第一场比赛 这都20天了 你都调整不过来 只能说明你缺练 对不对 而且你你们去国外都是包机 对吧 你们都躺着去的 你们连民航都不做 对不对 就是这么 就是你们就是这么舒服的情况之下 你连状态都调整不过来 连体力都调整不过来 说明就是平时缺练 第二个就是放宽外援的限制 你现在中超联赛 完全没有一个超级联赛的这种感觉 如果我们纯从经营的角度来看 中超联赛的商业价值极低 因为没有球星 并且你的精彩程度也不够高 你的对抗性也不够强 赛程不够密集 刚才也说了 你就得放开外援 你现在限制外援上场 那就是说把这些机会 要留给中国的球员 但是中国的这些球员 一旦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之后 他们集体的开始懈怠 集体的开始踢这种摸鱼的这种球 慢慢踢 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对吧 差不多就得了这种比赛 拼对吧 然后再加上外援少 外援一旦少了之后 有限制了之后 那他就得开高价 自然的外援就得开高价 外援自己就知道 自己这个名额来之不易 其这个球队来找自己 一定是有很强很强的意愿 才会来找自己 因为你名额有限制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简单 除了门将之外 门将比较特殊 除了门将之外 你应该允许更多的球员去上场 如果我们去考虑 为2026年的事业杯做准备的话 我觉得在2026年之前 应该立刻放开 至少要允许五名外援同时上场 因为大多数的阵型都是四后卫 那允许有五名外援 五名这个中国球员 也就意味着至少你要有一到两名 这个中国球员 是要在中前场的 也就是说我们24支球队就有48个名额 这48个名额足够你组建国家队 再加上被淘汰下去 淘汰到中甲的这帮相对普通一些的球员 我们说他们到了中甲收入一下压力就上来了 那他们就得拼命了 因为如果你不拼命 你可能明年就得去中移 收入就更少了 而且这48个人天天是跟那帮外援来打比赛 有足够的锻炼的机会 这个不用花那么多的钱找什么黄马 这个曼联等等这些级别的球队 来做这种没有意义的友谊赛 没有任何的锻炼队伍的这种实质的意义 你就天天打这种比赛 就可以足够你组建国家队 而且2026年之后就要继续的翻开 除了门将之外 中超可以完全都是外援 你就全放开 你看着这帮中国球员努不努力 大家不冲别的 就为了中超的那个高收入 年薪几百上千万 这种高收入 他们也会自己拼命的 同时中超这个生意才能运转起来 老板也开心 那球赛好看了 投资人才能挣得到钱 那你整个的这个事情 才是一个正循环正向的一个发展 中超肯定不是搞公益 陈务源那会儿就是新官上任在放屁 对吧就是中国官员的这种傲慢 就是纯放屁 就是你成务员要搞这个中超 把中超变成这个 把中超把足球变成这个公益 你自己先发个声明 你先放弃所有来自足球的全部的收益跟利益 对吧 光放弃那点工资是不够的 光放弃中国足协主席的工资是不够的 你得确保什么 你的家人 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你的裙带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你的弟子 跟着你混的那些下属 别偷偷摸摸的开一些其他的公司 在这个里边捞各种钱 所以你那个点工资真的我们谁都不看重 就是你要把这些利益 你要承诺全部放弃掉 你再来说这公益的事 就是你自己先公益 你再来做这个公益 好吧 就是说白了 中国足球的这个问题 其实核心问题 不是不能 而是不做 好吧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讲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见